他们两个一在一起 就会变得有点是 在演戏还什么那种 不自然的感觉是不是 所以是假的吗 你们什么时候才要 拆穿你们婚姻的真相 我就非常地气陈建舟 因为我目睹了一切的状况 我想说陈建舟 你还是个人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他们两个一起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不相称的感觉 他们好像有一起来过一次 那次我们有掉眼泪 有 因为当时就觉得你那个女的好朋友 就是步入了一个 你当时是没有祝福他们吗 有啦 当然 我只是到现在还不是很习惯 他们是夫妻这件事情 就是他们两个一在一起 就会变得有点是在演戏 还什么那种不自然的感觉是不是 所以是假的吗 就是他们很会营造一种非常美好的气氛 所以先生是同志 对不对 我觉得他也可以 好啦 艾斯德这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们不但夫妻 而且现在成为了爸爸妈妈 他们的小孩子呢 如果你有关注他们的话 在网络上是以非常令人疲倦的方式 就是不断地用照片 影片在轰炸我 所以我必须要说那对宝贝 就是非常适合上身的方式 其中有一个长得太完美了 就是明星啊 对 这怎么会可爱到 你怎么可以只讲其中一个完美这件事 这集他们长大以后 就会发现你是个偏心的人 好 今天来康熙的这位呢 大明星是范范 范瑋琪她带她先生来了 欢迎来来 好 欢迎来 好 欢迎来 好 欢迎来 欢迎来 你们什么时候才要 拆穿你们婚姻的真相 网络真的盛穿 这十几年 就说行婚那什么 我真的被认真的问耶 你说你被认真的问 我被认真的问啊 谁会这么无聊 我也被问 你知道谁问吗 谁 徐薇老师 她说她一大堆姐妹她都在 跟我合作之前 她一直怀疑是不是 然后就叫我究竟观察 她一年后 她才真正跟她讲说 其实一开始她是抱着问号 一直在看我中间有没有什么 是蛛丝马迹 是假的这样 是gay是不是 類似 对 所以她偶尔发现 疑问是说 范范这样的女生 怎么会真的愿意嫁给你跟 進行到现在吗 可能是 我也是滿吸引人的 这种 没有 她可能是 在化妆间 好 这一个我可以帮你作证 她在gay圈很受欢迎 C C 你还有在一起这一圈吗 我们 我觉得是另外的 另类的一种肯定的感觉 我怀疑她有在心里 想要把自己铺路成 亚洲贝克汉这一类的 你知道吗 我跟她同一天5月2号生 真的假的 一模一样 你跟背开同一天生日 你自己去搜索 你有在follow这件事 张正月也是5月2号 是 康乔菲也是5月2号 康乔菲跟你们有关系吧 还有康哥 康哥後來他是晚報户口 他弄清楚4月多 他其实是4月 所以你有会想 就是你要当亚洲贝克汉嗎 又帅又有小孩 沒有 我很谦卑 很感谢上去 因為有些夫妻都很漂亮的人 生出来的Baby初期 不一定看得出来那么漂亮 可是你们这对Baby就是真的 刚出来也没有啊 有尖采 两家之长吧 是不是 真的吗 菲菲 大家都说比较像范范 所以S偏爱的是 菲菲 那么一秒钟就直接 就是我们带小朋友 第一次到他家嘛 然后带去的时候 想说他会过来迎接嘛 他第一个是 菲菲 然后就直接迎过去 完全忽视另外一个吗 祥祥就在旁边 他就晃过 菲菲 哎哟 然后就走进去 你知道想 小腦会救押 再几个月大 然后他还发向宏愿 你知道他做什麼 他说 我将来押税前 一定會包比较大包给菲菲 你包哪有这样子的 所以哥哥跟弟弟是 菲菲是哥哥 哥哥 其实才差一分鐘 所以右边这个是哥哥 没有 右边是弟弟 被挖的是弟弟 挖的是哥哥 所以你就明显看得出哥哥的脸 就是很秀气 你真的不能一直這樣講 叫弟弟 他們兩個長大以後 要一起看這一集吧 不是 我在月子中心的時候 你就已經 就開始偏心了 我真的覺得弟弟也長得非常好 弟弟如果沒有另外一個嬰兒 放他旁邊的話 他也很完美 現在你很苦在旁邊 偏偏說貓胎 誰苦 我在誰苦在 哪有哥哥這樣偏心的 不好意思 保持公平 因為 如果你這樣的話 我下次到你家 買禮物我就買兩份 他們兩夫婦結婚多久 四年 才四年 但是 因為我跟他們兩個分別都認識 十年以上了吧 你們兩個應該認識二十的吧 可是他們兩個都來康熙唱那個歌 不是不久前的事嗎 四年了 看我哥 你唱那首歌 我們掉眼淚已經四年了 最重要的決定 對啊 所以那時候你們不是剛結婚 可是你們交往很久 十年 對 交往十年 然後加起來是四年 你們結婚四年 然後有孩子是多久之前 今年一月啊 一月 一月十五 有孩子半年 他們兩個結婚後 有定期跟你匯報 他們的生活嗎 就是還是會定期跟范范聚會 或是我們有姐妹群組 然後就是 還是會講一些老公的壞話 然後范范會像一個真正的妻子 一樣的講她老公壞話 他們會講出這些新點子嗎 是你們以前罵陳建舟的時候 不包括在內的 其實陳建舟 我很愛他們兩個 可是因為姐妹她 就是莫名其妙 感情還是會比較甚 對 然後范范那時候 剛生完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氣陳建舟 因為我目睹了一切的狀況 我就想說陳建舟 你還是個人嗎 這麼嚴重嗎 對 然後我就現場跟大 那個大孩子 一直在責備陳建舟 陳建舟不在現場 她在現場 范范是早產嗎 對 就是她本來有跟我們姐妹 她要講好說 大概是什麼時候會生 結果後來她就突然失去聯絡 然後就突然在姐妹群組說 姐妹我生了 然後我們就說 怎麼會這麼突然 然後當時我們都各自在工作 然後想說那她生完 就是一定會很累 然後一直早產什麼的 要讓她好好休息 所以我跟大孩子 她生完的第二天 才去醫院看她 對 然後後來一推開那個病房 我想說 這個眼前的話沒有不可置信 因為她才生完第二天 然後經歷過那麼多可怕的事情 然後她就戴一個帽子 然後她躺在病床上面 然後旁邊已經圍了一群姐妹套 而且那些姐妹套都是新的 不像我們這種是舊時的姐妹套 新姐妹套 一命唯一一個舊的 只有五佩茨 然後他們就在一副這樣 芬芬怎麼就 在那邊大聊天 比妳們先進去 而且都是感覺在喝下午茶 她才剛生完 然後陳建州 躺在另外一個病床上 然後電視那麼大 然後她就開那個 籃球台 然後調得非常大聲 然後就在那邊這樣 然後陳建州妳老婆剛生完 妳就讓她這樣子 跟那麼多人社交 然後妳還冷氣開那麼小 然後電視開那麼大聲 怎麼那天還好 前一天我生完的那一天晚上 那個韋伯 傑森 力宏都來 男性 而且我麻藥都還沒退 對 就是男性的 誰帶他們來的 自動 就是因為下午 一定是有人要他們來參觀 完全沒有 就是下午剛好就是 我都在急診嘛 其實我們就說 我現在在急診 他們都知道狀況 第一個進來是力宏 就是 你說沒有經過你們同意 就自己出現了 因為她說 兄弟 我在樓下 我什麼樓下 她說 我在中生醫院樓下 天王 我怎麼拒絕 不是啦 就是我也不能說 說不好意思 可是她就是上來 就是帶了一些 譬如說奶粉或什麼 補給品就給我們 可是有酒流嗎 兩個多小時 來到那個醫院說 10點以後不能有訪客 然後 她順便聊一下 就是她跟雷神索爾拍 好萊塢的片段 真的假的 就找老婆 晚上是雷神索爾那部片的 那個首映會 你為什麼不跟她出去聊 讓你太太可以休息 不行啊 她不能離愛太遠 我不能離愛太遠 沒有 如果王力宏扑起來 當然就是沒辦法請她們離開 可是如果是貼心的老公 應該就是 這個社交的場面 她一個人來做就好 或者就是停留20分鐘之內 對 那個西文跟西弟一直說 爸爸妳現在要休息了 現在大家可以 就是只有他們兩個戴口罩 然後就是煞有其事 就是真的慰問 然後就想要把其他客人都感染 所以他們兩個戴口罩 開門進來的時候 那些新的姊妹濤 應該就是瞄到他們兩個一眼 想說哪來的鄉下人 就戴著口罩進來之後 因為我一進去 還要聊不會就 有新的姊妹濤 不是 因為後來我們就說 但怎麼會突然生了 然後當時唯一在場的舊姊妹 就是吳佩慈 然後佩慈就說 對啊 她那時候就陣痛的時候 我就陪在她旁邊 然後就是一路上什麼什麼的 然後大椅子就說 所以妳有陪在旁邊嗎 就是妳是第一個看到嬰兒的嗎 她說對啊 我一直陪著她 然後我擠想說 就氣 可是我其實沒有麻煩妳跟妮姊 是因為我知道妳們兩個 不是 因為像妮姊 我不可能...怎麼講啊 她自己有一個杯子 她自己 我們姊妹都是 姊妹是不是太小心眼了 聽起來很計較耶 沒有 因為大S她自己有一個嬰兒要顧 我知道她一定 而且我也不可能說 那個芭比妳可不可以幫我去 比如說突然要買一個什麼 所以妳根本沒有把他們兩個 把大S跟小S 當成是可以信賴的 沒有 他們很可以信賴 陪產的話 我覺得CD 我陪過我大姊一胎 然後大S 我自己生過 沒有 因為妳那一天好像 就是會覺得妳有事情 妳在忙什麼 我看妳推敲一下 妳在錄香雞啦